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承认 你是我遇到过最难对付的对手 我顾时君想做的事情 还没有做过 处心积虑地接近我 你到底想做为什么 你还是我认识的林建修吗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一个为了一个私心帮助恶人的人 一个导致恶人变成恶人的人 原来又是利用我来攻击顾持久 不觉得你自己很卑鄙吗 既然林建修那么下流物质 那我一定要迎头正面打败他 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身边和你并肩作战 林建修 你也太狠了吧 这次爆炸案的诸实诸如此小债 你就是你以后指使 为什么这件事情你要刹下去 我不想看到你这样一步步堕落下去 毁人自己 滚 你帮我联系盖亚 说时光之城我见了 这一次我一定要见得见 连妹初音 好 接下来至少三个月内 我们必须得朝夕想看 这样只能给我更多拒绝你们的机会 紫棋 谁 谁在那儿 这位是你的新助手 许臣 是你 希望不要更新我开出处理的心情 原来你就是大家口中的那位大明星顾持军啊 许臣 林建修 一定非要我用这种方法把你带到公司吗 我对经营公司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这个人来说不想 他就是刚刚回国的林家二公司 看来还真不能想下去 我只要四十分钟 上班第一天比横传亚马逊丛林还累 我听你面试那天说你是两脑的粉丝 姐 为了两晚听 说这么多苦值得吗 妈妈 妈妈等等我 甚至不惜在顾水军身边做助理 到底想说什么 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 爸爸他 我们的警察结果已经出来了 妈妈 你的父亲 你现在是为爱 我和你爸已经离婚了 许珍是一个看上去活泼开朗 内心却十分渴望亲近的女儿 我真心希望您 能够面对许珍 面对许教授 岸廷 稳廷 你别走 不要扔下我和小珍 妈妈 我和爸爸会一直等您 等到我们一家团聚的雷丁 这是你的车吧 为什么要停在这儿 早上乱停车的时候 有考虑个别人的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会拿着许臣的车 我是许臣的心没出马 原来和那个林静修 在一起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不是名上叛眼的吗 你倒是攀一个给我看看 攀就攀 谁怕谁啊 好了 别吵了 比赛开始 小智 你们有什么事吗 进行上班 这个包还挺好的 就它吧 你的新包 这个包是给我买的 为什么和林静修走那么近 我不适合离他远点吗 我下班后的时间 就不劳烦你操心了 我跟小晨关系有多近 那是 怎么是你 你请假 不会就为了这个男的吧 这是我弟弟 你叫他们什么 对啊 你们俩怎么不是一个姓啊 不是一个姓 还在一起住了很多年哦 你们两个不能够在一起 为什么我们俩不能在一起啊 因为我 我 喝 你俩 你看 就付一个礼物 你给我看看啊 对啊 四十别干了 明天就此了 你 天才 小晨哥绝对是个天才 走啦 走啦 我不走 我绝对不会离开他们的 小林总 小林总 我已经有解副的人水了 谁啊 是我 你 爸 你之前不是都说我没什么人生目标吧 我告诉你 现在有啦 那你 什么目标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好好工作 好 不错 追悼许珍 他说 他喜欢许珍 把许珍从林锦修的魔掌当中解脱了 有我杀手的 肯定不会让你表白成功 小晨 我 我 卫生 我很喜欢你 这些气球 鲜花还有烟火 都是为你准备的 顾驰君和程佳怡交往甚密 男神顾驰君和程佳怡是一对 别吃醋了 你是不是发烧啊 我还哪里不舒服 要不是看在你和雪珍青梅竹马的分手 我门都不让你进 笑话 我来你家住 完全就是自虐的行为好吗 居然敢开心早餐 你在干嘛 这是我做个许珍早餐 我的助理不小心把你们的道具恐龙弄坏了 明天发布会要用的这个道具恐龙很重要 所以能不能麻烦大家今天加个班 再做一个 你 喜欢上了一个人 想到他的时候 心就会够不够直天 这就是爱着你和你来的电视 你怎么了 妆还没画好呢 你要去哪儿啊 雪珍 我只是单纯的家和你在一起 你只需要向我迈进一步 剩下的9999 都由我来走 有个喜欢制造惊喜的男朋友 感觉挺奇怪的 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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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他完全配不上我们的完美老公 我把你赢 我把你赢 明星本来就不是一个人 他是大众分散出来的偶像 而你的出现 打破了他们的美貌 他们当然会给你合作的 但是现在这股购买 已经波及到了固实经历 更波及到了整个时光之城 顾志军 演艺事业现在对你非常地重要 我真的不想因为自己而影响到你 雪珍先生 你跟顾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我和顾志军先生 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想应用工作 喜欢这个事情就真的吗 你们不是会的艺人 你也在训练吗 你一定要帮我 你一定要帮帮我 善良单纯的李仙儿是无辜的 一定是有第三方 再故意操纵 您对李仙儿的关心 似乎有点过头了吗 还是安心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吧 刘宋洁 刘宋洁 刚刚遇到的那个人好像有点瘾熟 看来刘宋洁的药 的确是别人动了手间 就是这个人 雪珍 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颜香了 但是为了你好 我劝你以后不要再靠近我们负责而染 为什么雪珍说我看到是一个黑衣服的人 我会解决她的 错了 就错在雪珍知道的实行态里 既然这火已经烧起来了 那就让她烧得更旺一点吧 我刚才来找尤文的时候也看到一个奇怪的人 他个子高高的 穿着一身黑衣服 站住 他像个影子一样 一直出现在我的身边 黑衣人是林静阳指使的 在那个路易恐龙当中 藏着林静阳八年前犯罪的证捉 就算林静阳真的想做什么 我们也不会轻易屈服的 林静阳 你们这个是在上不通风的场吗 你把我关在这儿 他做的坏事都没有人知道了吗 子清拼了命地跑出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说明林静阳现在已经有所行动 我们必须抢先一步找到路上 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顾志军就像一个被引人的炸弹 随时有可能爆炸 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挡在我城空的路去 你绝不允许 有任何人 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 别用你那些可笑的导得官来绑架了 我不会在这儿让人下去 是时候 该让他成年孤独 这些人 盖牙娱乐 压榨李清儿事件的真相都在里面 我给您看这份文件 让您认清楚您的大儿子林静阳的真实名 可笑几层战亚 这么多年 大虎发生了什么 十年 屁股的 小珍 林静阳 这东西小子让你们回来 所有的素材怎么毁掉 是约层战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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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有些事情你不该管 小珍的事我必须得管 这件事情 跟四海人都没有关系 所有的责任 我一个人承认 哥 你都保重了 小珍 小兽子 你的戏份还没有杀青 你现在走了 电影怎么办 完全是因为林静阳 让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 必须离 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 他一个人待在剧组 非常的危险 林静 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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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害怕从此以后 再也见到 我以为我 结局或许感伤 有你 多奢侈的梦想 习惯 在伪装是小强 仅有的温存三年 时光之城 你 是你的兴趣 我一定会守候好他的 小狗龙破格而出 我们的电影 时光之城 也终于开机了 我愿意为了你 至少有祝福你的欠强 舍弃所有福卦 放弃尊 你想要的 不过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爱情 时间的伤痛 一直也长 看不见的星光 却被眼泪抹上